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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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时还有他的拳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 这个泰尔·郭登彭 在今天比赛的进攻 上是一种什么的限度 而我们看到邱建良 今天打得相当的稳定 他这找机会 首先护护自己的头部 然后打反击 他这战术安排 主要一个反击的技术 你看 是吧 很漂亮的直线拳法 从中国打进去 这是诺鹏也会一个接嘴战了 看来来中国在 奔胜这个俱乐部里面 也学会了中国这种 三打的戒腿战的技术 现在我们看到 诺鹏采用的就是 非常典型的S型的进攻 那么我首先是用你腿法 打你下三路 接着就是强 这种拳腿的组合 是个立体型的 当然他这种立体 还是有点偏了 还被左右腿的均横进攻 今天这个邱建良 打得相当的稳健 他不是一味地追求一种进攻 更多是打这种反击的战术 控制好距离 今天邱建良在先后比赛里面 虽然没有他过去在我们 中外这场赛场比赛里面那种激情 但是 在今天比赛里面他更注重这种结果 更注重这种结果 我怎样的来在这二分战当中我的战胜动手 双方第一回的比赛结束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WF环球选游战赛 安徽定远战的男主 第二回的比赛红方是来到达东乡公民俱乐部的邱建良 蓝方是来自泰国的陈乐芳 在第二回的比赛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邱建良和第一回和他出拳的速度和力量就发生一些变化 双方主动少机会了 而不是让在第一回和他打那种防反的技术 明显在第二回和他开局他就主动开始进攻 但是我们也看到洛鹏在今天比赛里面啊 他依然还是发挥他的拳腿重的这种射点 双方现在在控制在控制控制这是一种蓄力 这种控制距离实际是在找机会 因为这个诺鹏练过拳击拳法非常好 实际的把握好 所以我们看到邱建良在今天比赛里面 他对自己的头部的防守是非常的严密 而不是像诺鹏 你看他把自己的双拳都拿下来 给你这个头露出让你进攻 但实际是让你出动了之后 给他弄不通吗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诺鹏 打到是非常的被打楼骑制 邱建良的这个 扫着的就是扫着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右膝右膝已经在移动会当中 走了走了 这样的话邱建良在第二回比赛里面就TKO了越投了 不超成功 不超成功 他今天这战胜力非常的合理非常好 而我们看到东北在今天比赛里面好像有点大意识经周啊 大意识经周 就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在自己移动过程当中 当然了邱建良的低操腿上去趋势很重 现在医生正在进行降温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我 Kanal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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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